先來看這案 泰國來的鹽水現場的總統 北邊的大水南部 是畢竟這個曼谷的時間 比高級是晚了幾天 這個禮拜 這個曼谷是中心 雖然是有怕不險 已經倒過了 不過旧邊一樣是出現 大層小層的汽水 當地民眾實在是很煩惱 說未來兩禮拜 希望今天也吃不下 大水漸漸為曼谷兩邊 經過大村高跟雲湖流著大海 但是就是到處三個部份市區 曼谷民眾用手勢表態他們的驚訝 過去這禮拜 曼谷大公共是為風災重點 但澎湖一直添水 所以大水淹來河 和湯邊倒入清晴渣時消毒 代表泰國方式和曼谷 進行指標地堂 稍快能穿一口氣 不過我照片也和不一樣的 中國社要華麗度 今年這個鹽水特別嚴重 在大樓來裡面的那天才去 教教委頭到下面 跟水果穿出來這水 好真是人怕一條 You cannot move ou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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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yet You live here 中國社的照明 幾天金金碼店 採訪到加金金碼搬去別的地方 但是 卡牌搬的中藥宅 和立法會上點是孤獨隔壁 這檔家家貼好館用噴噴的湯水 還在下面很久沒遇到這種情況 未來一禮拜 上特地水是北邊 落的大水已經逃逃一百 比原本以及時間半十天左右 曼谷市政府 齊里山佈還有很多地区建立境界 第七、落後地匯的租後 應該趕快活躁 人不要去中間變身大水 萬聖水到去恰途恰 跳蟒市場 去邊煩惱後禮拜就危險 不過因為主信很混亂 在這市民 頭過的主要先做一個網站 跟聯署社群好相通報 包括一個叫大家沒到四名的網站 每天兩禮拜就有三百人加這個會員 聯署和推特也出現 各種社群和聯同的官党 不然整個泰國因為做大水 環圍更大 需要不足和中間金碼 泰國民家跟社團 外企的無限戰 不知道已經在國地走路電開 沒有人真好奇 大水來了為什麼 泰國民眾還可以比別的笑 是不是在生水 其實泰國人無關 全是天生六關 是這麼這民眾 不知道現在到底變成 記者總合不得